中国官方媒体错误地翻译了土耳其总统爱尔多安对维吾尔族的评论 二十国集团峰会结束后 爱尔多安总统在回程中对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正式访问 当时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 土耳其总统爱尔多安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各民族快乐的生活在新疆 然而南华早报报道称 土耳其外交官员表示 中方误议了爱尔多安关于维吾尔人的评论 土耳其官员表示 爱尔多安总统表明了维吾尔人 在中国生活和平 幸福和繁荣之中是我们唯一的愿望 中国在东托举斯坦大规模拘留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 并进行系统的同化政策 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批评 本月24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新时代的中国国访白皮书 白皮书提及 武警部队2014年以来 协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打掉暴力恐怖团伙 1588个 转获暴力恐怖人员12995人 白皮书表示 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成的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关于东托举斯坦其中营的一段视频中 中国当局告诉记者 移民的人士没有受过教育 都是事业的人员 但据有关资料显示 喀沈是集中营居留的维吾尔人中有许多国家干部 47岁的艾克贝尔·艾白都拉是其中的一位 他曾经是喀沈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局的一名专家 然而在BBC视频中当局称称他是一名失业者 中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中国国防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记者会上表示 这段时间他们密切关注香港形势发展 特别是7月21日的游行急暴力事件 以及激进贩子冲气助联办 对此港澳办已经作出回应 他说部分激进示威者的行为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 触碰一国两制的原则体现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东方之珠不容玷污 至于港驻解放军是否会进入香港事务 吴谦说 在驻军法的第三章第十四条已有明确规定